台湾客家联盟协会与民进党花联系党部 星期天是在花联市的中山公园举行的 公益捐血及亲子园游会 民进党及各级候选人都到场和相亲互动 场面热闹又欢心 台湾客家联盟协会与民进党花联系党部 星期天在花联市中山公园举办了 公益捐血及亲子园游会 民进党花联县长候选人古拉斯 也特别到场和相亲互动 他也提到花联要有新的县长 带动新的思维 开创花联的新价值 让全国甚至于是全世界看见 我们的县长可不可以看见 用不同的角度看见花联新的问题 以及十年后可能未来的发展 进而提出新的解放 也就是说不要再用旧有的方式 旧有的十几年来的习惯 去干绣林的封兵的 还是这个受封的 甚至复理的问题 因为他们都已经有了新的问题 这新的问题是国际歧视改变的问题 是气候变迁带来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必须要深入部落 或是深入乡村 深入渔村跟农村 其实会听见人民真正的声音 除了欢乐有趣的互动游戏 还有许多特色市集 更重要的是两台捐血车 到场集结大家的爱心 现场还包括了花莲县爱客文化协会理事长胡仁盛 花莲县爱客文化协会秘主长邱盈兹 还有多位民进党籍的候选人都到场和乡亲同乐 大家也都热情晚秀捐血做公益 在紧张的选战当中也难得轻松一下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